谁说我不会用翘翅 给你们表演一个翘翅入库 嗯 平稳着陆 可以 上期我们在末地收获了很多的物资还有装备 这期呢 我们把这些东西整理一下 然后把这个装备合成一下 我们现在有两条裤子 一条裤子有经验修补 另一条裤子呢 有耐久三合保护四 我把这两个裤子给它合起来 需要用到四级这些 我们换一下位置 十级 那就还是换回去吧 好 兄弟们 保护四耐久三还有经验修补 这条裤子已经大结局了 我们可以一直把它穿到这个系列结束 因为在机变野白天里边是不缺经验的 其他的这些装备也就一般般了 虽然说也是钻石装备 而且有附魔 但是没有经验修补我也舍不得用 这个钻石剑可以啊 钻石剑的话有经验修补 那我们就合成一下这个钻石剑 这个钻石剑的话有经验修补 有击退 还有一个截肢杀手四 虽然说我们现在有跳翅 但是兄弟们 我们还缺一本经验修补呀 因为跳翅耐久是特别不够用的 所以我决定去找图书管理员 我们首先把这些书全部都放进 我们的旅行者背包里边 如果找到图书管理员的话 我们就可以用书来换绿宝石 用绿宝石来换经验修补 但是我们现在需要做一个讲台啊 拿些书 然后来合成一个讲台 啊 讲台不是这样做的吗 不会吧兄弟们 讲台就是这样做呀 难道说这个整个包里边 不能合成工作方块吗 哦 大概率就是这样 兄弟们 我记得我们玩金面一百天的时候 也不能合成工作方块 那我们只能去找村庄 然后去找图书管理员 如果他有经验修补我们就可以换 没有的话我们就换不了 万分之一的概率呀 兄弟们 不过也没有办法 我们尝试一下吧 走 出发寻找村庄 村庄还没有找到啊 兄弟们 不过我们在我们家的附近 发现了一个特殊的建筑 这个建筑我们是没有见过的 进去探索一下吧 说不定就给我藏着一本经验修补 哦 告示牌 这什么意思啊 小偷 我就认得一个小偷兄弟们 好像是小偷偷走的东西是吧 说明这里边是没有东西了吗 我们来看一眼啊 如果没有东西我们就走了 一个尺 这东西有什么用 不拿了 然后这边好像确实没有东西啊 能上楼吗 我们上二楼看一下 来吧 我们上二楼看一下有没有 我用我 我用我的一厘米 换一个经验修补 盔甲架 这东西锁链装备吧 我看不上 算了算了 看一下这边还有个房间 什么东西都没有 兄弟们 啊 还真被小偷偷走了 那算了吧 我们走吧 哦 兄弟们 这边又发现了一个 之前我们遇到过的建筑 这个建筑我是知道的 好像是没有什么好东西 下边有一个地牢 地牢的话都是一些破烂 我觉得就不下去了 上边的话有个箱子 不出意外呢 箱子里边已经出意外了 全部都是些破烂 兄弟们 我觉得这个经验修补不好搞呀 我们把这个翘翅先取下来吧 翘翅的耐久确实不多 我们在后期 特别危险的时候 用翘翅逃跑 如果我们现在把翘翅的耐久用完了 那就完了 哎呦 兄弟们 真不是我想水视频呀 本来这一期我们是要找村庄的 但是路上有很多的建筑 我们没有见过 就必须要看一下呀 如果不看的话 那是不是有点太那什么了 这二楼什么都没有 好像这下边有个下去的通道 我们去看一下吧 反正我们现在的目标就是 经验修补 不管是在哪里能找到经验修补 都是可以的 这下边应该还是一个地牢 我们看一下这个地牢的模型 和之前遇到的一样不 如果一样的话 我们就掉头就走 如果不一样 不一样 哎 这什么 哎 这什么东西啊 哎 有什么 哎 我好像听到了烟花火箭的声音 这里边是不是有烟花火箭 投掷器 绝对有烟花火箭的声音 兄弟们你们听不听到 但是这些投掷器里边好像是没有 哎 那是不是外边放炮我听错了呀 可能是我错听了吧 哎 不行 兄弟们 等一下 我再听一下啊 真的有烟花火箭 我真的听到了 但是这里边没有 没有就算了吧 啊 可能是一个什么东西 我不知道 我们去看一下这宝箱 我们稍微探索一下这边的宝箱吧 如果这宝箱里边全部都是破烂的话 我们就直接给大家跳到 找到村庄那一幕了 虽然说大家看我的视频比较短啊 但是从我们找村庄到现在 已经过了四十多分钟了 啊 不容易兄弟们 终于找到村庄了 接着现在我已经玩了一个小时零五分钟 才找到了一个村庄 而且这个村庄里边 不一定啊 就有图书管理员 有了图书管理员 也不一定有经验修补 所以我们就 就这一次兄弟们 真的 找经验修补太费事了 啊 这样的几率特别小 我估计找一百天也找不到 我看一下有没有图书管理员 如果找不到的话 那就放弃了 真的放弃了 哦 摆大挂 图书管理员 有没有经验修补 有没有 有没有 经验修补 经验修补 抢多二 算了 兄弟们 太难了 从这个世界中 找一个自带经验修补的图书管理员 是有多难 而且他还没有职业方块 我们不能重置他卖的书籍 算了 我们不能把随我的时间 都浪在经验修补的身上 翘翅的话 我们就省着点用吧 经验修补这个东西就随缘了 说不准 我们翻了一个宝箱 里边就藏着一本经验修补